目前正式花冬青梅产季 农粮署东区分属辅导福里香农会 举办美好的一天首作音乐市集 在清明节连续假期 有限定的梅香音乐盛宴 在花莲福里最夯的稻草艺术田区 推出了美好市集 邀请到乐团和艺人演出 民众还可以在现场进行各式梅子DIY体验 预料会重现春节期间一泼泼的人潮盛世 目前正式花冬青梅产季 农粮署东区分属辅导福里香农会办理 美好的一天首作音乐市集 在清明节一年五天都有季节限定的梅香音乐盛宴 在花莲福里香最夯的稻草艺术田区 推出美好市集 邀请到了乐团与艺人演出 民众还可以现场进行各式梅子DIY的体验 预料会重现春节期间一波波的人潮盛世 那我们今年也推动了很多很多梅子的一个体验活动 我们也希望说在我们的4月1号到4月5号的时候 结合我们的稻草艺术季 这个春节刚好有春假的时间 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喜欢梅子的 还是到我们副里玩的好朋友 都能够到我们的副里的这个产区来 我们的梅子会在这里教大家体验活动 也可以买到很好吃的我们的农民自己手做的 梅醋梅酿还有脆梅Q梅的产品都可以在这里采购得到 农疗署冬区分署辅导农会从4月1号到4月5号 每天的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 在副里香农会罗山农产品展售中心花海区举办 美好的一天手做音乐市集 花海田中有各式的大型的稻草艺术作品 非常吸睛今年春节期间吸引了大批的游客 现场舞台安排20多组的乐团音乐表演 还邀请到艺人吴问芳4月3号下午举办演唱会 所得将捐给安德旗帜中心 记者高兽双不离乡采访报道